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五三伏的暴力羊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的是新卡片 十五之子的防卡 齋式 他的魂的話是蛇龜粉 等一下我們會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大招的影片 他好像有分兩種大招切換 只是我還沒去看技能裡面他是怎樣做切換的 但是我們還是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影片 看完的話 我們再做個人的分析 跟解說看一下技能有什麼的能力吧 只是我覺得他外表真的比較適合做 攻卡跟技卡 為什麼會做成防卡 這會就覺得感覺有點怪怪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大招吧 這是他第一個大招 然後這第二個大招 這個比較快啦 有點比較快 所以就大家 帶大家快速的看過一下這個 大 再次的大招影片 然後 我們的話就開始看一下敘述吧 這是他的 介面 他的十五之子 防卡 他的圖卡介面 明言之力 時間之主 表示的話 反正那時候做他的部分 他就是 阿修的祖先嘛 所以表示 就是 比他 等於是他們那個 搖扁之地的 那個 老大的意思 然後他的 宿命糾葛的話 是阿修跟 沙白 然後火焰核心 火焰核心 那一個 陸服的草剔精 尼歐斯的話 應該是 白草吧 應該不是那一個 對 這是白草而已 然後青森如燕 是 金跟羅伯 因為他們很會飛買 的意思嗎 好 這個就稍微看過 我們就看 再看一下 下一個 他的話 的 徽章跟秘笈 的話是 烈焰徽章跟 超能力秘笈 烈焰徽章 還可以接受阿 因為他本身是 火焰嘛 這也是 稍微看過就好了 然後 這個的話 是 明蛇之魂 就是他對於 應該之後 像 因為 拔罐草出來的話 比較偏向 心體系 所以他出 蛇魂的話 其實 你對於 本身之前的話 像創蛇阿 人虎阿 說不定也是有 另類的 配合度阿 因為 畢竟 蛇的 防卡不多 我 比較有印象的 蛇防卡 其實就只有 那一個 集絲而已 所以 他出來 當一個 蛇的防卡 就要看他的 效用 突不突兀了 好 我們直接看 祭祀 我們直接從 祭祀開始看 因為看小技能 他有些是要搭配到 祭祀 所以我們 沒有看到 技能第四個 然後我們會不確定 我們就直接 我們先來看第四個 他的話 是增加 隊伍的 火焰必殺 技傷害 所以的話 你走火焰流的 玩家的話 基本上也是可以放的 只是 火焰的話 就要看怎麼擺了 因為火的話 其實 熊阿 虎阿 蛇阿 都有 其實你要組成 四魂的 也是可以 因為防卡 現在在世是防卡 只是 只是他的魂是屬於蛇龜 只是變了龜的火焰的話 目前知道的只有 比較強的 目前比較強的 可能就是無名了 因為他算是火的 其實他會算我 其實我也蠻 覺得奇怪的 好 自身免疫灼燒 所以的話 你像 那一個 白草阿 阿修阿 或是 拔罐草阿 等等 有火焰傷害對他 都沒有 沒有效果 開場時 擁有三層 冥魂效果 你只要變成要看 他冥魂效果 是有什麼 作用 後面就有寫了 擁有冥魂的時候 提升25%的傷害率 免傷率 這個等於是 攻守具備的 一隻角色 敵方回合開始時 擁有冥魂 敵方回合開始時 若擁有冥魂 就是敵方有災事的話 身上有冥魂的話 消耗一層冥魂 敵方有 敵方開場 若有冥魂 所以他等於 我們自己要吃掉一盒 一層 然後 本回合獲得冥盾 就是消耗一層冥魂 然後獲得有盾 就是旁邊有黑色火焰那個盾 獲得25%小技能 抗性 以及必殺抗性 唉唷 大小技能都有得到抗性 然後還有免疫控制喔 他免疫控制 應該是目前所有的控制 包含 石化跟迷亂 應該都有免疫吧 敵我雙方陣亡時 有30%概率 補充 一層冥魂 這補充效果真的是 因為他本身會有三層 所以的話 這個效果 其實我是覺得 算是 還不錯啦 但是 只 主要是 變成對方 他只 因為他一開始就講 對方若有冥魂 所以你還要看其他的啟動效果 若栽事造成 若栽事造成擊殺 必定恢復一層冥魂 所以的話 你假如 雙方其他人打 打死的話 我們有30%可以拿到一層冥魂 然後你自己栽事 打死對方 就直接拿一盒冥魂 他技能再看一下 往下看 第一回合 的時候會怎樣 第一回合 起 回合開始時 吸取敵方生命值最高的格鬥 加12%當前生命值 喔唷 這樣對於那一個 禍技跟 那一個 沙白其實蠻傷的喔 主要是 沙白的部分的話 要看他是直接扣血 還是直接扣護盾 提升我方 及援護陣中 所有火屬性 火焰類絕技 20%傷害 唉唷 他的火焰類絕技的話 是包含 感覺應該有包含小技能喔 可是他上面 第一點的話其實是講說 是必殺傷害 他是說火焰類絕技 是怎樣 絕招跟技能都有的意思嗎 這個到時也要再測試看看 只是他也沒有說 冥魂的話是 只要 他是 因為他前面有講 是 若 擁 回合開始時 若對 若擁有 冥魂 會消耗 喔 回合開始 在哪裡 敵方阿 他就說敵方回合開始時 若擁有 冥魂 可是等一下對方有摘事才能啟動這個效果嗎 還是不用呢 不用 對方有 才能啟動 不然的話對方腳摘就死掉 那不是 再疊上去也沒什麼意義了嗎 就是 不知道是文字上沒帶好還是怎樣 到時再看看 我們再看第四 就是小技能 攻擊敵方一裂 就打一排 增加冥魂 每回合造成最大生命值 7.5%的灼傷傷害 哇這7.5%也是沒有 不知道可不可以疊加 降低12%的攻防 哇這12%攻防是真的 蠻誇張的喔 每擁有一層冥魂 額外增加2.5 25%的生命值 2.5%的生命值灼燒傷害 並額外降低2%的攻擊 喔 所以你冥魂疊越高 的話其實 越好耶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你看 目前開場三層嘛 你小技能上去的話 你三層 你扣 你 就扣7.5%再掐7.5% 扣15%耶 這樣子會被扣15%的血量耶 這有點扯 這扣蠻多的耶 其實已經 不能撐上是一個防卡了 完全是攻卡啦 持續兩回合 濁燒不回怒 不回復怒氣 就是對方濁燒死他 這個濁燒是不回怒氣的 這還回怒氣 這個 應該很快滿怒喔 擁有冥魂時 必定放 小技能 消耗一層冥眼 傷害提升60% 擁有一層 為什麼是消耗一層冥眼啊 因為他是添加冥眼 他本身的那旁邊 繞的不是冥魂嗎 等於是消耗一層冥魂 傷害提升60% 這還可以解釋 為什麼是消耗一層冥眼啊 他這文字帶的敘述 其實我覺得帶的不是很好 會讓人家覺得滿奇怪的 然後他的大招的話 攻擊敵方 隨機格鬥家 哇是攻擊敵方隨機的 這滿特別的 目前是滿特別的 無法格擋或抵抗 喔無視格擋抵抗 這個 對於吃格擋跟抵抗的角色 完全 完全打 打槍了 每擁有一層冥魂 提升15%的傷害 並吸取 目標8%最大生命值 驅散目標的爭議效果 增加冥眼的效果 若以耗盡全部的冥魂 切換 切換必殺 就是你身上沒有冥魂的狀況 切必殺 獲得一層冥魂 切完必殺之後 然後再獲得冥魂 奪取目標的爭議 爭議狀態 覺醒後 全面增強 並能驅散 或傳遞自身的負面狀態 喔 他可以驅散自己的負面狀態 也可以把自己的負面狀態 傳給敵方 那其實跟禍技 有些相似阿 可是以整體來講的話 其實以15隻隻 他的話這一隻的定位 就比較是偏向 他能攻人手是沒錯 他主要的話 對於火焰類的 隊伍的話 其實是以比較大的班主 再來看就是要看怎麼去跟 像之後的拔罐草 我可能也會去跟 所以就要看他怎樣 四手能不能跟拔罐草去做個搭配 做個搭配 我之後還要再做個 配合一下看看 試試看到底能不能 不然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確定 他主要是 有些文字敘述 可能是我第一次看 所以有點 沒辦法說 很清楚的看到他的 冥魂跟冥魘 的 互相的搭配 是怎樣搭配 因為他像他小禁人剛才寫的 最後他說 消耗一層冥魘 你可以 獲得60% 額外獲得60%的傷害 可是 你對方的話 你是打出去的時候 你才會有冥魘嘛 你的冥魂是本身就會有 所以的話 你的 冥魘要怎麼去消耗他 我就比較不懂了 應該是消耗冥魂吧 我就比較 這個可能 可能要再 測試 之後有人 有角色的話 可能要測試之後才知道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 十五隻子 防卡 蛇歸魂災事 我們大招影片跟個人分析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阿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在影片下方 在大家一起提出來 分析分析看看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今天的話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而已 所以說不定你們有更好的 想法或是怎樣 我們可以一起 討論討論 但是我是覺得 以這個圖片來說 至少還是蠻帥氣的一隻角色啦 雖然是反派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